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如果要改成被动态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前面的受词往前搬变成句子的主词 比如说我吃了蛋糕 那蛋糕被我吃了 那蛋糕就把它往前变成主词 再来它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 逼动词加PP 怪党学一定要把它画起来下 逼动词加PP 逼动词加PP 在英文里面被动态一定有逼动词加PP 这个很重要哦 然后后面的主词呢就变成受手 然后再加一个by 再加一个受词 那通常这个by加受词通常都会不见 只会形成主词加逼动词加PP 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要把主动态变成被动态呢 因为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因为那个主词 它很不明确 不清楚 或不重要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它提出来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改成被动态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句子 本来的句子是 Someone stole my wallet 有人偷了我的钱包 那这个有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 某一个小偷 某一个爬手 你不知道是谁吗 对不对 他不清楚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把它讲出来 所以其实在这种里面我们讲说 我的钱包被偷了 我的皮包被偷了 所以重点就是 我的皮包被偷这件事情 是谁偷了 不重要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它改成被动态 所以他把原本那个售词 my wallet往前搬 变成他的主词 叫做my wallet往前搬 然后接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他把那个stole变成 stolen was stolen 变成了was stolen 这个超级重要的哦 一定要把它画起来一下 was stolen 再讲一次 在英文里面的被动态 一定会有一个逼动词 再加上一个pp 那因为这边是过去是 说他写是was 然后再加上一个pp stolen 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哦 动词的三态一定要记守 动词的三态一定要记守 不然你在写翻译的时候 在写作文的时候 一定会错误摆出 好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 my wallet was stolen 然后再写buy someone 然后那个buy someone 到底是谁 我根本不需要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直接把它画掉好了 我把它画掉 所以在英文里面 我可以直接讲说 my wallet was stolen 我的钱包被偷了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在英文里面的被动态 前面会写一个东西 一个主词 然后再写个b动词 再加上一个pp 这个是最基本的 被动态的形式 那因为被 在英文里面 有很多的时态嘛 那被动态呢 在不同的时态里面呢 就长得不同的样子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表格 帮各位同学整理一下 被动态的各种形式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现在简单式 现在简单式 是长样子的被动态呢 长样子就是 am are 或is 那你看是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嘛 再加上一个pp 要记得哦 一定要有个b动词加pp 所以这边 就是一个b动词咯 再加上pp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地区 fish is eaten mostly in summer in this country 这个国家人民呢 大多在夏季的时候吃鱼 那那个人民很模糊 其实我不需要把它讲出来嘛 就是鱼被吃就对了 所以它写的是 fish is eaten mostly in summer in this country 那这边有个b动词加pp 好 所以这边是被动态 而且它是现在的简单式 表示一个习惯啊 或者是一个事实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过去简单式 那过去简单式的话呢 它也不难 它就是用was或were 再加上pp就可以了 一样有个b动词哦 因为它是过去式 所以它写was 或者是were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地区 the computer was bought last month 那又这边的last month 很清楚嘛 就是上个月 所以它用的是过去式 而且是被动态哦 所以它写的是电脑被买 was bought b动词加上pp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未来试 未来试各位同学院的时候 就是will或是be going to 先把它写完 然后再加b动词加pp 来这个很重要哦 will或be going to 后面再加b动词加pp 反正在被动态里面 b动词加pp 绝对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句子 Jesse's birthday party will be held next Monday Next Monday告诉你是 下个礼拜一 所以它是未来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写的是will 加b动词加上pp will be held 各位同学可以像我这样子哦 把时代搭配被动态的这个部分都把它画起来 像第一句的is hidden 第二句的was bought 第三句的will be held 可以把它画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现在进行式 现在进行式长得什么样子呢 它是m r is 加上个being 再加上一个pp 这个很重要哦 有个being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嘛 被动态是be动词 加上pp 可是因为它是现在的进行式 是进行式 所以一定会有个being 再加上一个pp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 下面这一个 过去进行式 那过去进行式呢 是was跟were 再加个being 再加上一个pp 所以要记得哦 进行式的被动态 一定有一个being 再加上pp 来这句话我再讲一次 进行式的被动态 一定有个being b-i-n-g 再加上pp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进行式的这个例句 My iPad is being used by my brother 我的iPad 现在我弟弟正在使用 有个is being used 帮我画起来一下 is being used 那个being b-i-n-g 表示你是 表示是进行式 而且是is 表示现在的进行式 然后used 表示是被动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例句 The temple was being repented when Peter got there 当Peter到那边的时候 那座寺庙呢 正在重新的被粉刷当中哦 那这里有个was being repented 有看到吗 好 那有个was 加上个being 再加上一个pp 那请各位同学 特别帮我把那个being 圈起来一下 进行式的被动态 接下来看一下 那现在完成式的被动态 现在完成式 我们有学过了 what have 或者是has 加上一个being 然后再加上一个pp 一样这里有个being 加上pp 帮我画起来一下 基本的形式就是 be动词加pp 可是因为它是完成式 所以后面是 been加上pp 那我们连下面这个一起看一下 过去完成式 是had been 加上一个pp 我画起来一下 那现在完成式 跟过去完成式 不同的地方 只在于前面用的是 一个是had has 一个是 一个是have has 一个是had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哦 衣服已经洗好了 the laundry has been done has been done ok 所以 have 或has 加 been 加上pp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下一个句子 过去完成式的句子 the room had been cleaned 已经 已经 打扫好了 when Joanne arrived at the hotel 我把它画起来一下 had been cleaned 那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一回讲过 过去完成式的使用时机 它是比过去 还要过去的一个动作 那这里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arrived 抵达 一个是 had been cleaned 那这两个动作 哪一个比较早发生 那个had been cleaned 比较早发生 所以它用的是 过去完成式 最后一个是未来完成式 各位同学 应该最不熟的是 这个时态 那未来完成式 长样子是 will have will have 再加上一个pp will have 再加上一个pp 那因为它是 未来完成式的 被动态 所以后面的那个 beam 将pp 也不能漏掉 我特别把它画起来一下 ok 未来完成式的 使用时机就是 未来完成式 就是will加have 然后呢 它是被动态 所以叫beam 加上pp 那未来完成式 完成式的使用时机 是什么呢 我这边很快的提一下 我画一个时机的数线 那各位同学可以像我这样 画一个时间的数线 假设这是现在 now 我们现在再讲吧 ok 那在未来 这是未来 时间的数线 这是未来 右边是未来 这里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t1 一个是t2 跟我们之前讲 那个过去完成式 有点类似 只是过去完成式 是在now的左边 那未来的时间呢 有两个时间 一个是t1 一个是t2 对不对 那从这两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t1跟t2比起来 t2是比较后面 所发生的时间 那未来完成式呢 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未来呢 某个时间点之前 在t2之前 某一个动作 已经完成了 我在讲的时候 在未来的 一个时间点之前 在未来的 一个时间点之前 一个动作 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写 未来完成式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 例句的部分 我们先看中文 经理回来之前 这个专案 将已经完成了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 经理还没回来 那经理回来 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未来的 而这个专案 将已经完成了 表示 在他回来 经理回来之前 这件事情之前 专案将已经完成了 这里有两个动作 那已经完成 会发生在回来之前 好我们看一下 英文的部分哦 this project will have been completed by the time the manager comes back 来我把这边的 comes back 画起来一下 这边的comes back 就是未来的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我们这边 写的t2的那个时间点 而在那个t2之前 什么事情将已经完成了呢 这个专案将已经完成了 will have been completed OK 所以这两个动作在做比较 哪两个动作 就是完成这个动作 以及老板回来 回来的这个动作 OK 那因为在老板回来之前 这个专案将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用的是 未来完成的 被动态 OK 好啦 这个是语态搭配 不懂的形式的用法 这个在国中 大部分都有学过了 接下来我们看 进到高中阶段 比较难的部分哦 那进到高中阶段 比较难的部分之前呢 来我们先看几个题目 好我们做一下练习 让你熟悉一下 被动态的一些考题 我们看一下选择题 那各位同学 可以先按一下暂停 然后快速的扫描一下 这三题 看你能不能 描解一下这三题 OK 好我们看第一题哦 Accommodations and breakfast 怎么样 in the package tour package tour 就是套装行程 旅游 旅行社一些套装行程 那既然前面的主词是 住宿啦 以及早餐啦 可见是他是被包含进来的 来 被动态 B动词加BP A没有 B也没有哦 B动词有了 可是不是PP吗 这边是用ing不对 然后再来 have included 也不行 因为它不是B动词加PP 所以这题 大家选的是 猪 我们直接描解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John F. Kennedy on November 22nd 1963 那后面我告诉你 它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必须写的是过去式 好 过去式A是过去式没错 B不是过去式 它是现在完整的式 然后C是过去式没有错 说它不是过去式 所以我们只能选的是A跟C 那这里大家选的是A 他在那一天被射杀身亡 你不能写C哦 C是表示震战被射杀 很奇怪 所以这题大家选的是A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 The Annual Conference 这一年一度的会议怎么样 In London Next Week Next Week 表示是未来的时间 那因为前面的主持是会议的 那会议被举行 它是被动态 所以先选一下 是被动态 B动词加PP的 每一个选项都是 B动词加PP的 对不对 可是它是未来式 那未来式的话 就不可以写A咯 A是过去进行式的被动态 B是过去简单式的被动态 C完全正确 因为它是未来式 对不对 那之后不对了 因为之后它是 现在完成式的被动态 所以这题大家选的是C 各位同学有描解吗 要非常的清楚 这个概念 被动态概念 你就能够描解这样的题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几题 我们来做一下 一样各位同学 按一下暂停 瞄一下这四个题目 写一下 你们有办法描解 好我们看一下 下选择题的第一题 the mouse 怎么样 by the cat now 它说现在哦 而且它是by the cat 是被猫追 所以老鼠被猫追 那第一个 它是进行式 因为它是now 第二个它是by 它是被动态 所以我们先选出 B动词加PP的A 没有 我们直接看到C 也不是 然后B 可以哦 B动词加PP嘛 有一个being chased 然后猪也可以有一个 being chased 可是它是now 所以它答案选的是 B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题 the room now又是现在 you have to wait for 20 minutes before you get in 你要多等20分钟 你才能够进去 那既然是现在房间 正在被打扫 那被打扫 B动词加PP A 不对 C 不对 再来看一下 is being cleaned 完全正确嘛 现在正在被打扫 那个进行式的被动态 一定有个being 别忘记了 那猪一定不对哦 猪是现在完成式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Last Month 是上个月哦 So it was not open to the public 没有对民众开放 那它在上个月的时候 整修 翻修 前面的主词是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所以它是被动态的哦 而且它是上个月 所以我必须选的是 过去式的被动态 那A不对 因为它没有B动词 加PP 不对 然后C 怎么会只有being 加PP 不对哦 不行了 然后在B B是现在完成式的被动态 这边是 Last Month 是上个月嘛 所以你没有持续到现在了 那这题答案是 Zoo was being renovated 那时候上个月的时候 正在 上个月的时候 正在被整修当中 所以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答案觉得是Zoo 没有错 接下来看一下第一词题 Stay Away from the site 你要远离这个地方 那个site 就是一个地方 A Building 那为什么你要远离这个地方呢 A Building Now You might get hurt 你有可能受伤哦 那它说这个建筑正在被拆除当中 所以现在正在拆除这个建筑物 那既然是Now 表示是 现在 OK 而且是被动态 因为是这个Building被拆除嘛 所以直接描解 下答案那选的是 A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B不对 现在我们的是 C过去式的被动态不行 然后 不是写PP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写的是 A 这个答案没有错咯 所以从这些练习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被动态用法 很简单 B动词 加PP 再搭配不同的时态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咯 进到高中阶段比较难的部分了 第二个部分呢 我帮各位同学整理一下 在义务里面 有些动词 它加上反生代名词 可以等于它的 被动态 那它的被动态是比较常看到的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帮我把那个被动态画起来一下吗 来被动态 帮我画起来一下 那各位同学等一下在被用法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同学 尽量被它的被动态的一些用法 那现在我该带各位同学很快的看一下 说明的部分哦 有些动词后面加了反生代名词之后呢 可以代完整被动态 而且呢 两者的后面呢 都会再加一个阶析词 再加上一个受词 现在讲起来有点模糊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例子的部分哦 那我带着很快呃 带着各位同学看一下每一个 片语哦 第一个 accustomed oneself to 加上名词或是加vng 来这个vng帮我画起来一下 这边的to是个阶析词 所以它加上一个vng accustomed oneself to 就可以等于be accustomed to 等于习惯于 再来acquaint oneself with 等于be acquainted with 阿伯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后面的这个阶析词哦 像be accustomed 加true be acquainted 要加with 表示熟悉 接下来看第三个 arm equip oneself with 等于be armed with be equipped with 搭配的阶析词是with 中文是配备有或具备有什么东西 接下来第四个 commit devote dedicate oneself to 那这边的to也是一个阶析词 所以跟第一个一样 帮我画起来一下 跟那个accustomed oneself to一样 帮我画起来一下 特别把vng圈起来 它可以等于be committed devoted dedicate to 加上名词或是vng 记得它搭配的阶析词是tip 接下来看 它的意思是致力语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 dress oneself in 那这个比较特殊 dress 你可以写dress in就可以了 你可以写dress oneself in 它可以等于be dressed in 搭配的阶析词是in 等于穿着 怎么样的一个服装 接下来看一下第六个 engrossed emmerced oneself in 等于be engrossed in be immersed in 搭配的阶析词是in 表示沉浸于 接下来看第七个 expose oneself to 就可以等于be exposed to 记得哦 是to哦 be exposed to 它的意思是接触或曝露于 接下来看第八个 involve oneself in 就可以等于be involved in 意思是参与或卷入其中 第九个occupy oneself with 就等于be occupied with 记得哦 它搭配的阶析词是with 表示忙于什么什么事情 最后一个seat oneself 加上一个阶析词加地方 那你要看是什么地方 来判断说我用什么阶析词 因为阶析词有可能是加in啊 on啊或是at加地方 好 它可以等于be seated 加阶析词加上一个地方 ok 它意思是坐在什么什么地方 来 那我把一到十都带着各位同学 把它念过去咯 啊现在请各位同学做一件事情就是 帮我把它的阶析词特别标注一下 来我整个每一个都把它换起来一下 它搭配不同的阶析词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很精熟这些阶析词咯 好 那我在这边呢 用字典上面的句子跟各位同学 呃带着各位同学看一下 然后知道它要怎么用 然后各位同学呢 不妨可以把这些句子操录在空白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我不习惯别人这样待我 就是我不习惯被别人这样对待 它的句子是 I'm not accustomed to be to being treated like this 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哦 be accustomed to the to 是个阶析词 所以你会发现 Talme写的是being treated 这边是被动态 而且还搭配被动态 being treated 而且还用的是be i entry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我本人和所说的这位先生 并不相似 我不认识他 I'm not personally acquainted with the gentleman in question 这里有个be sorry 这里有个be acquainted with 和什么人认识 be acquainted with 要不要 be acquainted with 接下来看一下 下个句子 政府必须制定于改善医疗保健服务 the government must commit itself to improving health care 来这边的句子他用的是 commit oneself to 用的是反声代名词 be sorry a commit oneself to 而且后面用的是V-I-N-G-O 你有发现吗 也是用V-I-N-G-O 特别帮我画起来一下 improving 那当然这边的 must commit oneself to 我也可以代文成 be committed to be dedicated to be devoted to 都可以哦 好各位同学 可以帮我写上去一下吗 接下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句子 他看说看得非常的入迷 沉浸在书当中 以至于忘了烤箱当中 正在烤着饼干 she was so engrossed in or by the book that she forgot the cookies in the oven 来这里有个be engrossed in 或者是by 好 那我在书里面呢 我列的是in 各位同学可以写 把by把它补上去 叫be engrossed in be engrossed by 两个都可以 诚信于什么什么当中 好 那我非常建议各位同学 这几个句子 都可以把它操录下来 这样你会知道说 在写作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使用 接下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也很重要哦 不能使用被动态的动词 或者是动词片语 我们看一下说明 有一些动词啦 或是动词片语 它只能使用逐动态 不得使用被动态 来各位同学帮我把那个 不得使用被动态 特别帮我画起来一下 所以你一定要背手这些用法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look sound smell taste feel 表示看起来 听起来 闻起来 尝起来 感觉起来 记得哦 它不能使用被动态哦 理论上来说 逻辑上来说 我们好像会说 啊这个东西被藏起来 是怎么样嘛 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不行哦 它不能用被动态哦 它只用主动态 接下来看第二个 happen occur take place 发生 它只用主动态 这个是最容易犯错的 所以各位同学 帮我画信号下 它最容易犯错是这个 再看第三个 result from arise from stand from 照英语 后面都是加原因 来各位同学帮我 特别写上去下 后面都是加原因 ok 它必须 用是主动态 我放大一下 给各位同学 看一下右边的例句 右边例句 我们看一下这个 his difficulty in walking result from a childhood illness 他 不良语行 这件事情呢 是照英语 result from a childhood illness 他童年的时候 他小时候呢 发生一场疾病 那导致他后来 就是不良语行 那因为前面 his difficulty in walking 是结果 对不对 不良语行 这是结果 然后面呢 是原因 好 他用的是result from 要注意哦 他只能用主动态 不能用被动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 originate from originate in 源自于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例句的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个哦 这项技术 源自于德国 the technology originated in Germany 你记得originate 不能用被动态 所以你不能写 the technology was originated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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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被动态 我只能写主动态 originate in or originate from 用主动态 接下来看一下第五个 serve as or act as 我跟你讲 service跟act as 这个片语啊 sorry 还跑掉了 那个service啊 是指考跟学生 考过好多次了 来这个特别 我把它画起来一下 当作是 作为事 或担任 我们叫做 serve as 我们看一下 右边的例句哦 右边的这个例句 他说呢 the judge said that the fine will serve as a warning to other drivers 各位道学 我非常建议 把这个句子 把它画起来一下 他说呢 法官说 这一次的罚款呢 会当作是 serve as 当作是一个警告 as a warning to other drivers 对其他的一些 呃 司机来说呢 架势来说呢 是一个警告哦 service 非常非常重要的片语哦 再来看一下 第六个 consist of contain 要注意哦 consist 后面要加个of哦 我特别画起来一下 他要加个of哦 contain不用加of哦 那consist of contain都是表示 有什么什么 所组成 或者是包含 我们看一下 右边的例句 the team consists of four europeans and two americans 要注意一下哦 consist of 他只能用主动 他只能用主动 不能写被动态 接下来看一下 第七个 sit lie stand 躺着站着坐着 躺着站着坐着 你想下 一个东西躺在那边 一个建筑物 呃 坐在那边 站在那边 意思就是位于的意思 它是一个比较 你人化的一个讲法哦 那你当你写 躺着站着坐着 他表示 位于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只能用主动态哦 要注意一下哦 我们看一下 下面例句的第一个 该神社位于山顶 位于山顶 the shrine sits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那这边的sits 你也可以改成stands 你也可以改成lies 那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你没有学过 位于 有另外两个讲法 他必须用的是被动态 拿两个 来 拿两个 我们写的是be 各位同学可以帮我 一起整理一下 be located 记得哦 用被动态哦 be situated be situated be located 那个be动只要起被 不能只有被locate 不行 你要被be located be situated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那一个例句 第一个 该神社位于山顶 我就可以讲 the shrine is 来我可以写被动态 我可以写 is located 或者我可以写 is situated 也可以哦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所以总共一句话 表示位于的讲法 有五个 有三主二倍 三个主动 两个被动 再讲一次 表示位于的讲法 有五个 三主二倍 三个主动 两个被动 主动就是 sit lie stand 躺着站着坐着 被动是be located be situated 接下我们看一下 第八个哦 第八个表示 称起来 或量起来 怎么样 一个度痒痕的概念 是way or measure 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 是way w-e-i-g-h 没有t哦 如果是weight 它是名词 表示重量 weight 它是动词 称起来 或量起来 好 接下我们看 这个地域比较小一点点 所以我把它放大给你看了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房间 量起还是怎么样 the room measures 你有看到吗 这里有个measures 它用的是主动态哦 的确房间 自己不会量嘛 是我们人去量它 是这样讲 没有错 可是measure 这个字用法 它如果是什么东西 量起来怎么样 它必须写的是 主动态 所以像这边 the room measures 6 by 6 meters 它用的是主动态 那我们如果讲说 这个地震测量起来 是瑞士地震规模 比如说6.57 要怎么讲呢 the earthquake measured 它用的是主动态哦 一样 它用的是主动态 把它画起来一下 ok 6.5 on the rectal scale 后面这个 rectal scale 是表示 瑞士地震规模 ok 好 所以我整个把它缩小一下 我们再看一次哦 在英文里面啊 有些动词 或动词片语 它不能使用被动态 它只能使用主动态 而且它也是在学证里面 非常爱考的一个用法哦 各位同学一定要经熟 被动态的这些用法 All right,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